今年6月的時候被爆出劈腿 甚至有非常多的不雅影片都外流了 這件事情一出來的時候 馬上引發了韓國人的踏伐 不過現在最新的消息指出說 為什麼影片會外流 到底是誰外流的 疑似就是他的親嫂嫂 為什麼他的嫂嫂需要去外流這些影片呢 原因就是因為他的嫂嫂一直以來 都是以經紀人的身份跟在黃毅柱的身邊 那麼疑似雙方也有過不倫的事件 但是因為後來黃毅柱劈腿的關係 所以嫂嫂可能是想要報復 所以就把這些影片全部外流出去了 但是因為現在外流的關係 所以警方現在是依照散佈不雅影片 把他的嫂嫂給逮捕了 而且因為不雅影片散佈的關係 所以包括影片的女主角也非常的不滿 認為說黃毅柱還有偷拍的嫌疑 所以現在黃毅柱的聲譽又再度的被影響了 那麼同樣是足球球壇的事件 我來看到的是在深圳最近舉行了 是世界盃的預選賽 而中國跟韓國在21號的時候對決 可是你可以看到當時有一些韓國的球迷 他們舉起了韓國的國旗 但是馬上就被中國的民眾給辱罵 而且還對這些韓國粉絲比中止 場面相當混亂 而現在這個畫面的話他就是還有另外一個球迷 他當時穿的是南韓足球國手孫興敏 他的印有他名字的T恤 那麼因為他硬穿了這樣的衣服 也跟中國的球迷爆發了衝突 甚至還有人想要把球迷拖出去打 一度是引發了混亂 所以當時警衛趕快的制止 最後是怎麼樣阻止這樣的衝突呢 就是把這個孫興敏這樣的球衣丟到垃圾桶 才阻止了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但是這樣子衝突的畫面 讓人感嘆 未免球迷們也太不理性了吧 下次連規定會播話題 再把時間交還給主播